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6 苹果供应链领军的什么 鸿海跟怎么样 大力光在做撑盘的动作 好万一不幸 鸿海也休息 大力光也休息 台积电也休息 那怎么办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今天是不是金融股指数出来怎么样 出来撑盘稳盘的动作 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 今天可以最后以小涨10点左右做收 我相信最大工程就是在金融股指数这部分 而且我们也看到多档的金融股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就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我所念到的金融股 包含在2881的一个富邦金 在整个今天除完息之后还原全值 对不对 今天也是写下的整个今年的波段新高 2891的中信金 虽然今天是开高走低 但是也是写下的今年的波段新高 2886的赵峰金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持续的写下波段新高 甚至包含在整个2882的国泰金 对不对 今天还原全值也是写下整个今年的波段新高 以及关股的2880的华南金 今天也是收在最高点 今年的最高点 那其实应该还有持续在创新高金融股还是有啦 那节目关系我不没打念出来 只是告诉一件事情 其实多投的可用之兵很多 所以整个行情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短期间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做个区间的一个瑕幅震荡 区间的瑕幅震荡 那整个震荡到底会怎么样的震荡 详细的情形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反正你就记住我跟你讲的 第一个没有波段重挫的疑虑 第二个整理完波段还是往上看 第三个现阶段 甚至不要说现阶段 就算未来指数再突破9550点上去 重点还是在旋鼓 毕竟这边是在9500点 这里不是在半年前的8200点 这里不是在三个月前的8800点 不是两个月前的9000点 现在是叫做9500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投资后强调 重点就是在选股 从上礼拜一直跟你讲到现在 指数整理 但是重点就是在选股 买对股票一样飙飙飙 报错股你一样是投投投 那我相信在整个标股的部分 那这礼拜应该是整个盘面的 焦点的重心是在哪边 就是部分的生计股还有怎么样 还有在整个友达集团里面的 2352的加斯达 哇 各位投资有没有很凶悍 对不对 每天都是量滚量的喷出 每天成交量高达大概7到10万张的成交量 对 每天沿着五日线长红长红长红 甚至涨停涨停涨停的 几涨大拉特拉的给你看 那我想谈到整个这一对什么 为什么整个加斯达大涨 你会发觉这一波真的 非常恭喜我们家族成员 恭喜我们FB88金会 所有粉丝团的投资朋友 当然最后也是恭喜 我们88金会的忠实观众们 这一波的加斯达甚至在整个生计股的 4153的育伪 我们都是这一波的市场的大赢家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想这个这一张图 那时候我在节目中来不及秀的时候 我记得在上礼拜的时候 应该是在时间面季初 应该是礼拜或礼拜三 我就把这一张一代家人跟4153育伪 这两档这一张的一个对照表 PO在FB88金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除了PO这张表之外 当天记得当天的文字叙述里面 我的文章PO的文章里面叙述也跟你讲过的 这两档都有个共通特性 他叫做医疗用的专业显示器 医疗用的高端和专业的显示器 我不看他电子的东西 因为电子其实比他好的 比他更会赚钱毛利率更高的太多了 我看的就是这一块 切入怎么样 医疗的一个医材的部分 那我想整个育伪 我相信我不用花了太多时间多讲 印象中 当天7月2号 当天我在讲的时候 这张图 我有PO在FB跟你做分享 对不对 当天来导播可以话 这边帮我们修一下价位是多少钱 在96块半 当天涨停板是在96块半 看起来好像涨幅很大 看起来好像已经很可怕一样 可是搁二头之后 你知道今天育伪收盘怎么收吗 导播可以话帮我们带下今天 4153育伪的分时走势图 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又是涨停板 又是涨停板 从 我在FB88进会 从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在跟你谈医疗用的专业高端的写示器这一块 加四达跟4153育伪 你去看看育伪标出几只涨停 到今天为止 老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分析手势图一下 到今天为止又是涨停板 已经看到115了 好 我们说就算你是看我的FB88进会 来 加96块半 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加96块半 今天115又将近20% 各头说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比看股市 看我们88进会 有什么东西比看我们FB88进会 粉丝团更好赚的东西 投资报酬率还有什么 还比这个还要高 对不对 做什么工作还有比这个 投资报酬率更高的 对不对 育伪这张图 你自己回过来 你去看FB88进会 自己回想验证一下 有没有在上礼拜泼给你 这句高评育伪 有没有在上礼拜跟你做分享的动作 好其实除了育伪之外 我们也讲了嘛 难得有这种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 我相信我们之前讲的很多的生计股 尤其这些比较机优的一些生计股 第一个要么高价 第二个很多股票可能没有融资 都是现股买进 当然4153玉尾到现在为止还是要现股买啊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 他可能只有几十万 或是在百万上下在操作 你说这种动不动百元的股票 甚至之前的基亚四百多块 甚至之前的智琴两百多块 对不对 这个可能对只有几十万到百来万操作投资后 压力是比较 资金的压力是比较大 比较没办法去买这些高价股 那我说难得这个机会来了 可以让就算你只有几十万在操作投资朋友 就算你只有二三十万在操作投资朋友 我说都有机会让你买进低价的新生计股 我相信我在上礼拜在跟投资朋友分享这一档 一代家人的时候我跟你叫做 我给他的什么 给他的一个个人给他的一个称号 就是称呼就是低价的 我给他的定义是低价的新生计股 转机的新生计股 而且我讲得很清楚 当时他的本益比只有十倍 做同样的东西 本益比差几十倍 那很简单嘛 一种我不要涨 或是我下来 我标上去比价嘛 如果你继续标 你看他到今天为止还在标涨停板 那我不得了 我不涨就有鬼了 我不涨真的就是有鬼了 而且你也知道嘛 其实做这种显示器的东西 LCD的东西 谁本来就是专专业的 只是他没有切入医疗用的这块嘛 就是友达这些嘛 友达群创是本来就是做 显示器 LCD起家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谈到说 如果这档股票 他未来可能中长线 真的有机会来复制 明基财这种 暴涨的模式 当然我们又说一波 最近一波就从十几块 直接涨到五十哦 这也是分好几阶段上去的 那我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再搭配 你看哦 这是叫基本面选股票 再如果再搭配技术面呢 一个区间打底的半年多 有没有 这已经整理半年多 才刚开始带量突破 我说这个叫做不涨则而已 这款比较中大型的股票 你有看大牛翻新吗 对吧 就是这样不涨则而已 不动则而已 一动怎么样 绝对是翻云覆雨 惊天动地 对吧 你看这一周 过去这一个礼拜来 那个加四打 全部市场的焦点目光 都在这 那个一档股票 占大盘成交比重几% 对不对 从这边这一档股票 我们会员进场 好我们会员进场之后 大概隔了没多久 我就在FB PO在FB88 就会跟你提示 一代家人 这支 低价转机的 你自己去看上礼拜二 我在FB 有没有提醒你 低价转机的新生计股 这支股票 要让你半生 赚大钱的机会 好那这一档股票 我想其实那一天 尾盘就拉上去涨停了 不是只有这样 这是我买的时候的价位 我在FB88 会提醒你的价位 当天尾盘就收涨停 礼拜三 一根中场 我还持续的在FB88 我会跟你讲这个观念 分析它的基本面 对不对 我还在跟你讲这一档股票是 尤达集团里面最会标的股票 是这一波尤达集团主攻股 这一波你要做尤达集团的股票 你不用买名机材 买起 来导播可要帮我们带一下 8215的名机材 这就知道了 8215的名机材 这是买起 你看最近的K线图 这是买起 对不对 你也不用买尤达 起这万的 对吗 起这万的 怎会贪这久 你要买 就要买人家这一波 公司派主要做的 就是在整个一代家人这一支 为什么会标全市场 第一个告诉你 我相信全市场你也找不到 有这样这么专业的分析师 他可以把 我们台湾台股里面最主要做的 医疗用的专业显示器 他可以这样拿出来跟你做分享 比较的动作 这两档真的都是过去这一个礼拜 甚至到今天为止的标股 真的叫标股 第二根 第二根的掌停板 在上礼拜四 我还一直跟你讲 这是有达集团最会标的 第三根的掌停板 昨天 第四根的掌停板也出现了 对不对 昨天也是掌停板出现 昨天再掌停板 今天 2352加4打 今天最高来到输点了 导播可以话帮我们带一下 他的今天分十手制度 一样又是开高走高 今天又是差一点点 又要差点又要亮灯掌停板 当然短线在集充的这一段 空手投资后你就短线不要再断追价的 可能风险就会稍微大于利润 你要想的是还有没有这种在低档 你不觉得我们每一档股票都是在这种均线纠结 打底接近尾声的时候跟你推荐吗 你要的就是这种低根的切进去 只有一个大破端上去 短短6天6个交易日已经有30几% 已经可以算了30几%起来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买对股真的标标标 看到加世达这要标 飘到4153的玉伟 打播可以话帮我们带下玉伟的K线图一下 也是最近这样标标标 当然玉伟跟加世达乃至标的比较凶 对玉伟大概标两成啦 加世达标的30几% 何况加世达又是低价的 又是怎么样又是有农资的标的 所以这一波为什么说 我在昨天节目中也跟你分享的 我们一位住在高雄的一个陈小弟嘛 因为他才刚退伍大概工作两三年 才累积了大概20万左右 但是我相信 这位陈先生一样 陈小弟一样 其实跟各位投资人一样 都其实想在股票上赚到大钱 都觉得现在可能薪水都不是很高 固定薪水上班族薪水都不是很高 而且现在房价也都蛮贵的 现在高雄的房价也没有 也不便宜了 一瓶大概也要三五十万左右了 看地段看新房或旧房 我相信其实都是想在股票市场赚钱 但是因为就是陈先生 这位二十几岁陈小弟 看了我们的节目一段时间 也看了我们 FB88经营会一段时间 持续追踪一段时间 他逮到这个机会 他跟各位投资后 你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人家付出的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一通电话 在第一时间 有打电话进来 恰讯 询问我们服务人员 刚刚王老师在FB88经营会 所po的那一档股票是多少一支 可不可以让我跟上车去赚 那我相信人家都这样子 二十几万买了二十张的加四达 用现股买了二十张 你看人家六天赚了多少 赚了六七万起来 可是各位投资 你想说才赚六七万 那你别忘了 我刚刚也讲 他只有二十万左右在操作 如果你是五十万在操作的 你过去这一个礼拜 你可以赚十几万了 如果你是像我们另外一位 对不对 住在台北林小姐 他这一次加四达买了一百张 其实一百张听起来好像很多 也没有多少 也不过一百一十几万而已 一百张 光光 光光 最近这一个礼拜六天 人家已经赚三十几万起来了 一百张一百多万赚三十几万 各位亲爱的投资 其实你也可以 而这位林小姐 她其实也是利用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是推出一个 所谓的一个 我忘了是 198的吃到饱的活动 还是什么活动 反正我忘记了 就是利用我们那时候一个专案活动 打电话进来 的一个林小姐 人家赚到钱的 所以最主要是在哪边 我想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不论在节目当中 不论在FB88经贵里面 真的都提供了很多好的补调 给各位投资者在股票上赚大钱的机会 但是为什么你光看节目 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嘛 所谓的执行力嘛 这执行力就是你没有付出行动 因为你永远用看的 永远在验证而已 但是 你看人家 你有时候在笑人家说 啊那个那么笨 看那个 投顾 投那个股市解牌的节目 还会打电话进去的 但是大 那个是笨蛋 搞不好都被人家骗了才不晓得 可是 当你在 笑人家笨的时候 当你还在 猶豫不决的时候 人家只要愿意 找你几天 找你一天 甚至今天人家愿意打电话进来投资朋友 我告诉你 明天人家标股又跟上车的 因为既然有打 既然加世达已经涨到这边 已经涨了三十几% 短线我不会再叫你去追价 那代表是 加世达第二 加世达第二 欲伪第二 你喜欢做生计股的 我有欲伪第二 你喜欢做电子股的 或者低价的电子股的 我有加世达第二 可以跟你做分享 你赶快跟上车就对了 你自己想想我讲话 有没有道理 越早打电话进来投资 越早在股票上赚到大捡 所以很简单 我们记整个科研 两个礼拜前的四根涨停板 其实今天再来一根了 加世达的四根涨停 有华上礼拜连续两根涨停 下一档的股票 请你务必跟上车 那我们讲的 这个 机会 说真的 不是常常有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投资 可能 不能说你完全都没有打过电话 进来我们公司过 你也曾经打过 可能 但是可能 当时的费用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可能有些投资 让你稍微 考虑犹豫了一下下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跟上好多好多档股票 包含最近的科研 加世达这些标股的一个 一个脚步 所以我们这别 这次也是麻雀变凤凰 这个 活动 这个专案活动 我们讲的 庆祝我们的 恭贺我们的 FB88经纹的按赞人数已经破千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 你没想赚钱就不用嘛 我们一定是要针对想赚钱的投资朋友嘛 对不对 你想要把握这两年 我讲的 这几个月还要把握 有一个721的选举 明年有2016年的总统大选行情 2016年总统大选行情 你放心 他绝对不会等到 2016年1月份才会涨 就好像你现在觉得说 怎么721选举还有好几个月 股市已经涨到9500了 对不对 你想一想我从今年上半年跟你讲的时候 8200多点告诉你 今年有选举行情 很多人都半信半疑 现在去那九千五 你就最喜欢跟你说的 那我告诉你嘛 明年还有总统大选行情嘛 好那你想在这两年赚大钱的投资朋友 一步一步来 先来这个下半年最大回馈活动 一律只要 时间 KK 好我知道你应该听得懂 真的不懂你打电话 反正你想要赚钱都知道 我们非常欢迎你 现在就可以利用矿时间 跟我们线上符文保持联络 谢谢 好我们更多的分析先休息 再马上回来 妈 我赚啦 太赚了 我赚了 我赚你来的铁骨文公山 平坑紫紫紫 中火买孙 都已经好了 铁骨文公山 可以起床 改屋 通火 烤中火 效果不错哦 阿英 我帮你来 趕快回来哦 好 好 减你铁骨 铁骨 铁骨文公山 7月11到14 国外旅游下午茶 全面特惠 就在圆山珍宴馆 李州投股 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精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波段为主 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洽询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台北国际旅游站 7月11到14 机票天天送 快来圆山珍宴馆 美丽的人 有多少空的香蕴来 我为了香蕴吗 头皮是脸部肌肤的延伸 一般人却常忽略它的保养 Doctor's Formula洗髮精 季节变换也能呵护你的头皮 头皮健康 头发自然美丽 Doctor's Formula 台速生衣由我们为您把关 Doctor's Formula控油抗血洗髮精 净凉热卖中 控厂灵 抗饱来喝 不得嘴 头痛来喝 最舒适 装潢新家 不用打听 设计师 木工 水电 泥座 只要记住一个名字 爱飞尔系统家具 装潢你的家 控厂灵 抗饱来喝 不得嘴 头痛来喝 最舒适 防张系统柜 无独轻装潢 三房两厅 只要29万8起 爱飞尔系统家具 装潢你的家 李州投股 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精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波段为主 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洽询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 一三七七 七七二五 一三七七 好 欢迎再度回到了 这个88基因费了 据说 这个大牌里头 目前还有哪些的族群 可以对方留意的 老师长 其实我认为这边 还是我 这边锁定的 有三个族群 但是我们讲的 买对族群 叫做买对股是飙飙飙 买错的股票 真的叫头头头 同样在一个 同样的生计族群里面 你会发觉 买错 你会觉得很辛苦 买对你会觉得 怎么股票 人家天天在拉涨停板 为什么88基因会 王老师在推荐股票 天天在拉涨停板 你越不敢买 人家越会飙 但是那些已经 我们曾经做过的生计股 尤其一些高价新药股 我们都已经跟你讲 我们获利调节了 你会发觉 你自己拉回下去买的 你都会被套牢 所以谈到整个生计股的部分 我想除了 是以为五三玉尾 到今天还在持续涨停之外 之前跟你讲的科研 也是一样 延续的标出的 四根的涨停板 对不对 你会发觉 我们都是在整理接近 都是整理到末端的时候 给你推荐的标的 方家世达也是一样 因为经过整理的第一根拉上去 其实涨势都是最凶悍的 绝对不是等到 波段大涨到这边再去买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要的都是底部起涨 或是第一档起涨的标的 甚至当时的科研第二的什么 有华 也是一个波段大涨上去 好那我们说 为什么说买错股票会偷偷偷 我们说谈到整个生计股的部分 前两年最夯的 是不是叫做什么 叫做隐形眼镜嘛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波 你不要去买名机材 因为如果说我们记得在前几天节目有讲过 如果连隐形眼镜的一个龙头清华光 对股价都是这样子相对弱势 你要明记才自己赌场到哪边去 对那这个其实到今天已经跌到600多块了 今天还在杀冲场 已经即将破底 对为什么大盘指数是在9500多点 在几十点随时大盘指数有机会再写下今天新高 为什么股票会破底股票 这个我其实在之前我们在技术分析课程的时候 大概在这边 750上下附近告诉你这是几线卖点 这是其中的 第二个就是在新药股的部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要做生计股 为什么要跟我们脚步来操作 甚至像志勤这种标的 来之前第一趟这边送给你 有没有拉到这边拉到300多块 我们也在这边告诉你344.5 先获利一趟 还跟你讲清楚要下来整理的 有没有为什么要卖原意留在那边 就是因为下来整理 第一趟加上第二趟 来卖在多少 卖在346 两趟加起来在五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光自行这一趟股票 让我们家族成员 让当时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们 大赚五成以上 好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阿五下面最近很多的生计股在涨 今天也是很多生计股在涨停板 对今天还是有生计股在创新年的波段新高 阿五下面志勤今天盘中是达到跌停板 那这档股票我在五月底的时候 我忘了哪一天 有没有在FB告诉你 这档股票最少要回到多少钱 有没有下来的 好那现在下来了 这档股票怎么看 你手上有志勤被套牢的投资朋友 你跟我们线上不能保持联络就对了 其他不能费太多时间多讲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的就是还有两个族群嘛 这个族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看好的 我觉得在第三季这边 如果在电子业这边 有一个族群基本面一定不错 就是在iPhone6概念股 苹果供应链 之前跟你讲过新浦大涨 小亚电的小真顶的亚电 也是我们那时候跟你讲 也是大涨一波上去 我们都帮你抓最好赚的一段 来瑞宇今天股价写下今年的波段新高 这档股票我在上礼拜五 你去看上礼拜五FB 我能不能推荐这一档股票 我说这已经整理到末端了 要上去了 你看光光最近这礼拜这两天 瑞宇就真的大涨 真的写下今年的波段新高 好那接下来的苹果供应链要看哪支 我特别这边跟你提醒 有一档中低价位的苹果供应链股票 已经整理到尾端了 可能随时这几天要发动攻击了 所以如果你对这种 类似这种苹果供应链的股票 这种基优股最近整理接近尾声 随时准备大涨一波上去的股票 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跟我们线上保持联络 另外这个我也是在昨天FB里面 跟你推荐的嘛 我说最近中低价的股票 尤其低价股 比较有表现空间 所以你会发觉最近你看今天 除了加士达的飙涨之外 去看看2384的盛华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今天也是一样啊 亮灯涨停板 我们看分时轴视图 今天也是拉到涨停板上去 对不对 看到3049的核心 今天也是一个亮灯涨停板的 3049的核心 1909的农程 这些股票也是一样啊 也都是几乎涨停板啊 对不对 1906的宝龙 今天也是一个涨停板啊 这个就是我们只要讲的 最近的低价股有机会 所以我们讲的嘛 如果低价股 你错过了之前的 加士达 六天 这种急拉喷出 六天大涨30几%投资朋友 我又帮你筛选了这档 从底部哦 你看哦 这次是在底部哦 我不喜欢等到涨了三成五成 我才告诉你哦 第一个股价地域每股净值竟然有一倍 我涨到面了就要先股票先涨一倍再说 第二个我不要多 我先来到技术面的颈线就好了 如果从股价从今天的收盘价涨到这个颈线 上面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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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比这个涨幅还要大 所以 小天使这档股票 你有兴趣的投资 我们非常欢迎你 跟上我们脚步来操作 谢谢 好 各人都有关注各方面的分析了 其实锁定明天的这个八八经议会 我是韦庭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